北明有声 出现了新的画面 理想的被害妄想成更严重了 我本以为可以用爱感化他 但我发现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很离谱 他只要看见我和别的男人说话 就会认为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我担心他的病伤害孩子 所以把孩子送回老家 但他却认为 我在挑拨他和孩子的关系 甚至还怀疑孩子是其他人的 送走孩子 是为了防止他 发现孩子和他身上的不同 医生 现在他也开始怀疑你了 他觉得我们是在合谋 想要杀死他 他发病时的样子 真的太可怕了 有一次我晚上突然醒来 发现他就趴在床上 静静地看着我 但是我被吓坏了 我真的很害怕 我现在已经不敢和他睡在同一个屋子里 他睡卧室 我就睡客厅 如果他睡客厅 那我就把自己锁在卧室里 医生 你的药有效了 理想现在状态很稳定 最近我们一直都是分房睡 但可能是因为神经衰弱的原因 现在就算分房睡 我晚上仍旧感到很不舒服 老是感觉房子里有小偷 明天我就在家里安上监控 女人自述结束后 是一段监控画面 夜深人静 女人躺在床上睡得很熟 她的床单忽然动了一下 半张男人的脸露了出来 一个男人拿着菜刀 缓缓地从床底下爬出 随后屏幕闪动 所有画面都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 电视画面又恢复正常 这次女人是睡在沙发上 没过多久 卧室门被推开 随个男人手持台灯 捏手捏脚地走出 画面再次闪动 女人这次是侧躺在卫生间的浴缸里 男人就拿着水果刀 躲在卫生间的门后 从这个画面能明显看去 女人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但是那个男人却选择了 一遍又一遍地杀死对方 既不肯放过对方 又要折磨自己 这房间里包含着两个轮回 一个是死者 一遍被被杀死 一个是男人 一遍被杀死最终彻底疯了 他忘记了自己是杀人者 还是被杀者 他的被害妄想症 已经严重到了 怀疑是自己杀死了自己的地步 诚哥在女士的口袋里 发现了打开窗户的钥匙 这个场景设计得很有意思 出去的钥匙就在妻子的口袋里 但是杀人者却不知道 他无法走出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轮回当中 诚哥瞥了一眼旁边的警察 剧情不错 设计场景的是个人才 听说轮回主题场馆里 有好几个设计师 你知道这个场景 是谁设计的吗 警察看见诚哥手里的钥匙时 发自内心地认为诚哥很厉害 这些场景都是中心电脑 根据庞大的资料库自动生成的 当然我也只是听说 诚哥放缓了语送 中心电脑 这中心电脑大概多少钱 这我也不是太懂这些 整套智能系统可能上千万吧 警察挠着头 似乎不明白 诚哥为什么突然这样问 走吧 我们去下一个场景 诚哥向木板放回 拿着钥匙进入卧室 他亲手打开了窗户上的锁 复杂的花纹在墙壁上流动 深黑色的窗户被诚哥缓缓推开 一股阴风吹拂而来 诚哥眼睛轻轻眯起 他背后肌肉紧绷 保持着推开窗户的动作 这个场景里藏有那些东西 诚哥很熟悉那种感觉 双瞳慢慢缩小 他开始打亮着眼前的新场景 窗户另一边是日式风格的房间 各种家具和装扮也都是日式风格 当然这些不是关键 真正让诚哥在意的是房间的墙壁 四面墙壁上全都印满了血手印 屋顶的灯忽明忽暗 方形灯下面 淋淋散散地看到很多飞蛾的尸体 尸体旁边则是蜡烛燃烧的痕迹 就仿佛有人曾站在灯下 用蜡烛一点一点烧毁了飞蛾的翅膀 新场景门打开后 乘客身后的场景出现了变化 天花般向下渗歇 走廊的门被推动 门外似乎有脚步声传来 不等游客们的反应 客厅通往走廊的那扇门就被关上了 门外响起了女孩的笑声 似乎那个孩子 此时此刻就站在门外 他是来找自己捕娃娃的吗 诚哥虽然也觉得 自己这么大一个人 抢人家小孩的玩具不好 但是一想到自己要救赎他 帮他脱离苦海 诚哥心里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他一开始对诚哥态度很恶励 但在不知不觉中 他的态度就慢慢发生转变 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这可能是因为真的害怕了 诚哥 这个新场景我之前也进入过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房间里面有诅咒 分别依附在三件物品上 我们需要在鬼怪的攻击下 找到那三件物品 然后将它们放入神龛 用神龛里的神像净化诅咒 他回忆了起来 地狱级别难度肯定要提高 这次我们 说不定要找的是十几件物品 寻找十几件物品不难 我就怕这整个房间里 都已经被诅咒包裹 里面的所有物品和人 都是诅咒 诚哥拥有阴桶 在他的视线当中 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沾染着不祥 触碰这些物品的游客 自己的运气也会受损 这就体现出诚哥的鬼屋和虚拟 为了乐园之间的区别 他的鬼屋能够让员工 尝试游客身上的负面情绪 而虚拟为了乐园的鬼屋 正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 游客沾染不祥 并且还会将这不祥 散布给家人 诅咒跟厉鬼可不一样 诚哥想起了自己在立湾镇的遭遇 影子就很擅长诅咒 这似乎也是东郊鬼怪的一个特点 通过窗户翻入房间 诚哥耳边听到了铃铛的声音 这声音出现得莫名其妙 就像是在通知房屋的主人 有客人到似的 你们翻找东西的时候 最好垫着自己的衣服 不要用身体直接触碰着屋子里的东西 听到诚哥的话 几名游客都很疑惑 他们相互看着彼此 一个个满脸问候 为了防止诚哥看出问题 他们也没有过多交流 不过 在他和年纪最小的那个男生的暗示下 他们全部都按照诚哥所说的去做了 墙角堆着酒瓶和垃圾 燕灰缸里 晒着三种牌子不同的眼屁股 周围散落衣服和鞋子 尺码也不相同 不久前 似乎有人在这个房间里聚会 他们好像全都喝醉了 是的 我上次参观的时候 在窝房找到了相关资料 一群人到乡下朋友家玩 然后大雨引发了泥石流 他们回不去 就在乡下朋友家住下了 他的话证明了诚哥的猜测 他本人也被诚哥敏锐的洞察力惊到了 资料在卧房 诚哥独自进入卧房 在推开门的时候 耳边响起了一个小女孩的歌声 声音纯净空灵 蕴含着一股悲伤 具体的歌词 诚哥听不太懂 只能隐约听到 鹅和蝶两个字 整个日式场景包含六个房间 诚哥进入的卧房 是其中面积最小的房间之一 被子扑在地上 B字的空间里扔着许多杂物 有男人的鞋子和衣物 还有很多女人的头发 不过其中最新人注意的应该是一个 固定在行李箱上的DV 这台设备之所以被固定在行李箱上 诚哥猜测可能是乐园担心设备被偷走 所以才特意这么做的 散发着不响的物品 谁会去偷 诚哥打开DV 里面闪过四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影像 他们白天在村子四周游玩 感叹着风景秀丽 空气清新 晚上准备开车离开时 却没想到 天空突然下雨 村子里的老人说出村的路被泥石流堵住了 他们只能在村子里住下 等到天亮再走 村子里老人说路被堵了 他们没有亲眼看见 就这么放心大胆住下了 你所在中国的老人说呀 怎么能不太复赏吗 这次为什么要在村子里住下